小兔说电影 只为精品好电影 大家好 我是安小兔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 魔幻史诗续著 只还王三部曲之 王者归来 电影承接第二部的剧情 上集我们讲述了圣盔谷大战 精灵族联络洛汉国 一起打败了大反派魔尊的手下 萨鲁曼 但这一战 只是消灭了魔尊一部分的军队 真正的大军还在集结之中 只还王三继续讲述了 男主弗洛多的护戒之旅 和正反两派大战刚躲的故事 影片开头 从小怪物咕噜说起 那时候 他还没有被魔队俘虏 是一个名叫做 Smigo的霍比特人 这天 他和既有二人划着小船 惬意地在小湖上钓鱼 突然 既又不小心摔进了湖里 这一摔 就发现了沉在湖底 两千多年的魔戒 两人经不住魔戒的引诱 都想将魔戒占为己有 于是开始抢夺魔戒 扭打之际 Smigo欲望熏心 掐死了好友 在拥有魔戒之后 他的意识慢慢被侵蚀 渐渐忘记了自己的名字 常年生活在阴暗处 如今 他已完全被魔戒奴役 被魔戒蛊惑的神魂颠倒 成了一个半人半兽的生物 随着魔戒对咕噜的折磨 他也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有时候 他会表现出善良温顺的一面 有时候 他又会露出自己邪恶丑陋的一面 回到现在的时间线 弗洛多因为长期带着魔戒 身体越来越虚弱 精神也有点恍惚 开始疑神疑鬼 他每靠近一步末日火山 受魔戒的侵蚀就多增加一分 他们一路向东跋山涉水 来到了米纳斯的魔窟 这里是曾经的刚堵城市 现在被戒林之首安格玛巫王所占据 一些人打算从旁边陡峭的密道爬上去 就在攀爬途中 咕噜的邪恶人格上线了 邪恶的咕噜劝说善良的咕噜 把两个人都干掉 将魔戒再偷回来 劝多几次之后 善良的咕噜终于完全被欲望侵占 他要想办法杀了这两人 于是他偷偷扔掉了大家的口粮 调拨离间 说善良想要夺走魔戒 原本就敏感的弗洛多信以为真 对善良产生了怀疑 他一怒之下把善良给赶走了 但善良没有走多远 就发现了这是咕噜的圈套 他鼓起精神 又迈开步伐紧跟在弗洛多身后 赶走善良后 咕噜把弗洛多骗到了一个有蜘蛛精的山洞 洞里到处都集结着粘稠的蜘蛛网 而网内则缠绕着不知多少年的事故 弗洛多这才发现 咕噜骗了自己 没有Sam的帮忙 弗洛多一个人施力地在蜘蛛窝里逃亡 而巨大的蜘蛛精更是穷追不舍 将弗洛多逼近了绝境 弗洛多被蜘蛛网黏住了 无法抽身 大蜘蛛悄悄地偷袭了他 一下子用毒刺刺晕了弗洛多 就这样 弗洛多眼看着就要变成了他的下一道晚餐了 此时Sam及时赶到 英勇地与蜘蛛精对决 早准时机刺中了蜘蛛精的要害 将他赶走了 可是看着被蜘蛛网裹得严严实实地昏迷过去的弗洛多 Sam悲痛不已 他以为弗洛多已经死去了 不巧 此时巡逻的兽人来了 发现了弗洛多 于是便抬回去 准备每餐一顿 Sam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 弗洛多也只是晕了过去 并没有死 为了拯救弗洛 Sam悄悄地跟着他们 来到了满是兽人的基地 另一边 圣葵谷大战之后 甘道夫等人来到了萨鲁曼的老巢艾辛格 此时的艾辛格已经被书人摆平 只剩下萨鲁曼和他的手下戈利玛被困在塔底 甘道夫想问他摸尊下一步的计划 萨鲁曼对其冷嘲热讽 穷途末路的萨鲁曼还是非常高傲 对唯一的手下还是忽来和去的 最后 格里玛忍无可忍 突然从手里拿出匕首 在萨鲁曼的背后捅了两刀 自己也伸中一剑 两个反派就这样 惨死在艾辛格 随着萨鲁曼落下的 还有一个恶魔之眼 他就是用这个和魔尊交流 甘道夫深知这个东西的危险 便亲自保管 一些人凯旋而归回到了罗汉国 自然少不了一番庆祝 晚上 皮平大奈不出好奇心 趁着大家都睡着了 跑到甘道夫房里 把魔法球偷来想看看是什么东西 可是手刚磨上去 锁龙之眼马上就出现了 他的意识 立马也被魔尊侵入 幸好甘道夫及时赶到 才没酿成大火 皮平说在魔法球里 看到了甘道夫首都被大火焚烧的场面 除了没有告知魔尊佛多 带魔界去销毁的事情 他的意识 将其他事情 全都被魔尊一无一时的摸清了 甘道夫一听大事不妙 赶紧赶完甘道 甘道夫首都密纳斯提利斯 是中途时期的关口 如果这里失守就完了 甘道夫首先是向洛汉国王提出支援甘朵的事情 国王因为刚打完一场仗 举国上下兵力大损 并且之前盛亏谷战役 甘朵也未来支援 于是洛汉国并不打算前去支援 眼看劝说未果 且不能留下批评独自一人 魔尊以为他身上带有魔界 一定会来找他 所以甘道夫要带上他 一同前往米纳斯提利斯 甘朵的城堡被靠绝壁修建 城墙全部用白色石块修建而成 目之所及无比大气 两人来到摄政王迪奈瑟面前 此时他正沉浸在大儿子波罗米尔死亡的悲痛中 并且他认为甘道夫前来也是为了让他退位 将王权传给正统王师阿拉贡 他可不想出让手中的政权 于是面对甘道夫关于兽人军团的警告毫不在意 甘道夫灵机一动 让匹匹爬到塔底点燃求救的烽火 烽火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纷纷在各个山都点燃 这是人类希望的火把 阿拉贡在洛汉国看到了求救的烽火 赶紧跑去向洛汉国国王报信 国王看到烽火决定出手相助 而此时在刚躲边境 早已燃起战火 摄政王命令二儿子法拉末去前线抵抗 但这场战役实际上就是以暖及时 有去无回 法拉末深知自己的父亲寧愿战死的是自己 而不是哥哥波罗米尔 为了有机会获得父亲的认可 他带着刚躲战士义无反顾的前往 可是兵力实在悬殊 眼看就要团灭 正好干道夫及时赶到 帮助他们撤退到了米纳斯提里斯 战败的法拉末回到父亲身边 却被狠狠的巡斥了一番 父亲要他出城战斗夺回城市 在洛汉国出军扎营的时候 精灵族的艾龙王来了 他和阿拉贡说 雅文为了爱放弃了精灵身份 快要不行了 老父亲不忍心让女儿死去 决定帮助阿拉贡 于是便将远古的圣剑碎片重新打造 这是阿拉贡祖先杀死魔尊时的圣剑 而只有真正的人类国王才能拥有这把圣剑 艾龙王告诉阿拉贡 你是真正的国王 只有你才可以用这把剑 重新召集起来那支神秘而强大的军队 赢得这场战役 于是阿拉贡带着剑与精灵王子和精灵三人 一同前往亡灵山 寻找当年保护埃西多 却临阵逃脱的那支亡灵军团 因为他们违背了诺言 因此几千年来灵魂得不到安息 一直飘荡在此地 三人在毫无生机的山内小心翼翼的前行 终于找到了亡灵大军的手里 阿拉贡首举圣剑 以埃西多后裔的身份 要求他们履行当年许下的盟约 帮助刚朵打败魔尊 承诺倘若他们出战 就可以让他们去往天堂安息 最后首领答应了阿拉贡的请求 法拉默这边 他再次出城迎战 三把失守的城市打回来 晚上他和半寿人一番交手之后 伸手数剑 战败又回到了城内 国王看着敌方濒临城下 原本就今生恍惚的他更加崩溃了 他站在城墙上大喊着放弃防守 幸好被甘道夫挤棒子打晕 紧接着带领士兵稳固了城内的防守 可是他们哪里是半寿人的对手 借铃骑着恶龙 几下就把投石车给捣毁了 半寿人架起了楼梯爬向城墙 无数敌人蜂拥而至 甘道夫带军迎战 城下半寿人对城门也发起了进攻 终于城门被撞开了一个大洞 半寿人全都冲了进来 此时的射城王早已万念俱灰 他觉得此战必输 于是命人将二儿子法拉默 与自己一同火葬 但其实法拉默尚有一丝气息 匹匹一再请求他们尽快医治法拉默 却被射城王置入网闻 固执的要求立刻火葬 匹匹看到了赶紧去通知甘道夫 就在甘道夫赶往解救法拉默的路上 他碰到了接铃之手 一番交手之后 法杖还被对方给打坏了 就在水生火热之际 红亮的号角声从天际传来 乌云的尽头 金色的阳光洒落大地 原来是洛汉国的援军到了 战士们骑马进攻 势不搁躺 生生的将敌人的军队撕开了一个口子 射城王这里已经将自己和法拉默浇满了汽油 就在即将点火的时候 甘道夫赶到把两人救下 和摄政王执迷不悟 晚点聚灰 引火自焚 并跳下了悬崖 战场上 就在大家都以为胜利在望的时候 远处出现了蒙马巨像军队 那是魔尊的盟友 于是又一番恶战 洛汉国王在与戒林交手之际 不幸深受重伤 此时偷偷混入大军中的公主挺身而出 一箭消灭了戒林 本来魔尊圣券在望 谁知有了洛汉国的支援 战役打了一天一夜 此时港口又实现一艘大船 寿人军团看到开心极了 以为是海盗军团来助阵了 可定睛一看 是阿拉贡带着他的王林大军前来支援 对着半兽人发起了进攻 阿拉贡精灵王子和精灵三位主将 也迅速加入了战斗 面对着巨大却行动直缓的蒙马巷 精灵王子伸手矫健的跳上了蒙马巷身上 利用身躯的优势及完美的射箭攻击 没几下就将笨拙的巨像放倒在地 因为有王林大军的助阵 胜利向着人类加快了步伐 王林大军脆苦拉朽般的打败了半兽人军团 履行完承诺之后 阿拉贡按照约定释放了王林们的诅咒 让他们重归安息 虽然米纳斯提利斯这一仗打赢了 但却仍然不是彻底的胜利 只要魔戒不毁掉 邪恶势力就会全土重来 为了转移魔尊所龙的注意力 为弗洛多争取更多时间 阿拉贡带着剩余的部队前往了魔尊的老巢摩多 弗洛多这边 就在他差点成为瘦人的下走菜时 沙姆及时把他救了出来 两个人换上了半兽人的衣服艰难前行 魔多近在眼前 随着距离末日火山越来越近 魔戒的力量也在加强 弗洛多的身体和意志力更加虚弱 两人的友谊与忠诚在此刻凸显放大 沙姆说 我可以帮你帮你 但我可以帮你 来吧 沙姆背着弗洛多 一步一步的往末日火山口走去 阿拉贡带着军队来到魔多大门 他身先士卒 一句为了弗洛多 就高举圣剑 一无反顾地带着军队冲向了首人大军 此时 沙姆背着弗洛多发现了一道门 顺着门进去 他们终于到达了火山口 下方就是翻腾的岩浆 只要将魔戒丢下去 中途世界的灾难就可以结束了 然而 三千多年前 发生在埃西多身上的一幕 再次重演了 弗洛多临到最后一刻时 魔戒强大的魔力一直在召唤着他 终于 他戴上魔戒 消失在了下方面前 大家以为 一切都前功尽弃了吗 大家估计都还忘了 还有一个咕噜 他一直跟在他们身后寻找机会 他一把扑倒了弗洛多 两人开始抢夺魔戒 咕噜发狠地将弗洛多的手指直接咬断 终于 咕噜再次得到了魔戒 弗洛多反扑过去 两人双双跌入深渊 弗洛多关键时刻抓住了石头 才没掉下去 而咕噜 拿着他心爱的魔戒 一起坠入了深渊 魔戒也在末日火山的熔烟里 彻底的消失了 战场上 大家也感受到了阴阳 远处的魔塔轰然倒塌 随着火山的爆发 魔尊大军随之崩溃 锁龙之眼也消失殆尽 一切都结束了 弗洛多成功了 众人眼里都激动的热泪盈眶 魔戒消失了 弗洛多也恢复了神志 Sam将他从悬崖边上拉了上来 两人穿着火山倒塌之前 慌忙地跑了出来 躺在一处安全的地方 有激动有庆幸 此刻的他们 非常想念夏儿镇清新的草地和奶酪 一切都结束了 世界又恢复了原来的秩序 弗洛多从昏迷中清醒过来 看到了床边一群熟悉的脸庞 以及这一路以来 坚守在自己身边的Sam 最终阿拉贡回归王位 与女友亚文长枪厮守在了一起 刚夺王国时隔千年 终于等来了正统继承人 尼欧默继承了洛汉王位 霍比特人也回到了故乡 修养生息 弗洛多因为魔戒摧毁之路受伤严重 便不得不与夏儿镇的亲人们告别 与精灵国甘道夫一同前往阿门州疗伤 轰轰烈烈的指皇王系列到这里就结束了 纵观整个三部曲 就好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人生 这明明是一个只会在老人的口中所听到的神话传说 我们却和弗洛多一起亲自专写了故事的结尾 指皇王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世界啊 好了我也准备去写故事了 咱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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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见